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简历 那这节课呢,要跟大家讲的是网声,鄙视,还有电话面试 这三个环节对于很多大公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可能小公司用不到,不过我相信你将来一定有机会去大公司 所以还是有必要学一学的 当你想要进入大公司的时候呢,第一步就是在他们的网声系统上去填资料 这个阶段会用机器来筛选掉一部分,根本就不适合他们的人选 并且呢,可以把候选人的信息做电子化的管理 注意不是人工哦,而是电子化管理 所以对大部分的大企业,他们都会要求候选人做网声 包括腾讯,阿里,京东,各大银行,四大,会计事务所,还有咨询公司等等 都让你做一个网声 所以不管你能力再好,你的简历写的再好 可是网声这一关要是你没有过的话 那么后面就没你什么事了 每年都有同学卡在这个阶段 我有个朋友呢,其实履历挺好的 但他总是通不过网声 后来就发现,他每次把自己的毕业时间填到八月份 那么系统自动判定一个人七月份毕业才是应届生 所以每次他的这个信息就会被直接筛掉 所以你看,在填一个网声的时候 随随便便填的一个日期,以为没有什么大碍 却不知道因此错过了很多的机会 所以网声这个环节还是要重视的 而且网声是竞争者最多的一个环节 你像腾讯,他们去年招聘3000个人 他们收到了15万份网声 那么他们从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筛选人了 网声一般都是怎么筛选人的呢? 筛选包括机器筛选和人工筛选 在机器筛选的环节呢,主要是看学校、学历、专业、GPA 还有四六级这些硬性条件 比如说有的公司的评分规则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个图 那么机器呢,就会根据你所填的信息 对你做个初步的判断 主要是一些专业、院校跟英语等级这样的基本信息 通过了基本信息的评分之后 就会进入人工筛选 那么人工筛选呢,就是对符合硬性条件的简历 进行更细致的查看筛选 比如说个人经历当中是不是有跟岗位匹配的关键词啊 还有实习经历、项目经验啊 还有开放性问题答的怎么样啊等等 最后根据各项标准计算出总分 决定你是不是可以进入下一关 这就是整个网身的过程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网身的组成啊 网身的内容呢,包括个人信息、教育背景、实践经历 还有开放式问题等等 我给大家找了今年的腾讯京东跟招行网身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也是同样的这四个部分 对于基本信息的填写 大家按照真实情况去填 保证不出错误就可以 男的部分呢,主要是开放性问题怎么答 这是很多500强 包括保洁、四大、同行都很看重的地方 而且面试环节 面试官非常有可能拿着这部分的回答去对你提问 所以你要好好的准备 每一个开放性问题都有它独特的考察目的 招聘单位一般是从其中考察申请者的能力跟价值观等等 那这些问题大概长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要选择我们公司啊 你曾经在团队合作当中做出过显著的贡献吗 能不能具体的描述一下 还有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最近的娱乐跟休闲活动等等 开放性问题的范围可以非常广 那每个同学的答案呢也不一样 五花八门 但总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些问题大概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叫成就故事类 就是谈谈你大学期间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就属于成就故事类 我当年面试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题应该怎么答呢 你要清楚最成功的事情 它不一定是什么 你取得了全国的大奖 然后呢你的这个具体的成就跟名称或许并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 而是你怎么取得成就的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可以展示出你的沟通力 你的团队协作精神 你的领导力的发挥 还有你解决问题的思路等等 而且即便你最后没有取得成功 你也可以描述 然后你在努力之后得到的进步 还有整个过程当中的收获 那这些呢是对方想看到的东西 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答呢 有一个原则叫STAR原则 STAR原则是什么意思呢 S是Situation 情景的缩写 那么T呢就是Task 任务的缩写 A呢是Action 行动的缩写 R呢是Result 结果的缩写 那么这四个缩写在一起就是STAR原则 STAR原则呢要求你按照这四个点去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先说一下当时的情境是什么 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你要去说出在这个状况当中你的任务是什么 突出你任务的难度 然后呢说出你具体是怎么解决的 你的具体行动是什么 到最后说出结果 然后体现你行动的有效性 这个就是STAR原则 用这个原则来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就可以让HR留下一种你好有逻辑的感觉 会让他觉得任务很难 然而呢你却完成了的这种感觉 这是我们说就是成就故事类的问题应该怎么答 那第二种问题呢叫团队合作类 然后一般会让你描述一下 就是你的某一次团队合作的过程 以及你在当中做出的贡献 这类题应该怎么答呢 重点并不在于贡献 而是你怎么在这个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的 你怎么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整个事情的发展的 你怎么去应对团队合作当中出现的问题的 所以在这块呢 你要去体现你的团队精神 体现你的大局观 这是团队合作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第三类问题叫做性格特点类 然后举例 请描述一下你的性格特点 或者是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最近的娱乐和休闲活动 这种题呢 HR并不是真的关心你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或者是你最近在玩什么 他想看看你的性格是不是跟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相符 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结合企业的文化来回答 尽量往那个上面去靠 比如说一个公司特别重视团队合作 那么你就可以回答说 我喜欢一些球类的团体运动 那么一个公司如果特别强调坚持的话呢 你就可以写 我特别喜欢马拉松 当然你不要编啊 只是让你选择性的有重点的去匹配就好了 这是性格特点类的问题的答案 第四类叫求职目的类 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要选择应聘这个岗位呀 你要怎么回答 这种题主要目的是考察 你跟公司长期发展的匹配度 所以你千万不要只从个人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选的这个岗位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岗位的薪资待遇啊 什么都比较好 然后呢这个岗位的他的这个前途还挺好的等等 你不要光想自己啊 你要通过具体的事例去证明你具备哪些能力跟优势 然后匹配到这个岗位上 然后这个岗位可以让你的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 这么结合着去回答 能力跟优势应该从自己过去的经验当中去挖掘 你在学校跟实习的过程当中发现然后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积累到的优势是什么 包括人际沟通团队合作领导前置时间管理 坑压能力等等 这些都可能是你的优势 然后找到跟岗位匹配的点 表明个人素质跟岗位的要求非常匹配 然后呢表明这个岗位能让你的优势得到最好的发挥跟体现 然后或者说你能在这个岗位上贡献最大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完美了 这是求职目的类的答案 对于开放式的话题呢 业内最出名的是保洁的八大问分别是这样的 第一问举例说明你如何制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并且最终实现了它 第二问举例说明你在一项团队活动当中如何采取主动性 并且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 最终获得你所希望的结果 第三问详细描述一个场景 在这个情景当中你必须搜集相关信息 划定关键点 并且决定依照哪些步骤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结果 然后第四问举例说明你是怎样用事实促使他人跟你去达成一致意见的 然后第五问举例证明你可以跟别人合作 共同实现一个目标 第六问举例说明你的一个创意曾经对一个项目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七问举例说明你是怎样评估一种状况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从而获得你所期望的结果 第八问举例说明你怎样获得一种技能并将其转化为实践 这八问是不是听起来都好难啊 对吧 是挺难的 但是保洁这八大问是非常著名的 其他家的往生或者是面试时候问的开放性话题 几乎都是从这八大问当中延伸出来的 所以平时呢大家就应该用这几个问题去分析自己的过往 不断的去积累素材做优化 然后呢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数据库 这样在面试的阶段遇到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信手拈来 而且这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好方法不是吗 所以准备的越多你的求职路就会越顺畅 在往生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地方有这些 第一注册的时候要注意需要用邮箱进行注册 但是不要用以下几类邮箱账号 比如说126.com 163.com gmail.com等 因为后期接收邮件的时候很有可能 这些邮箱会把你接到的邮件标注为垃圾邮件 会影响你的正常接收 第二呢就是保证基础信息的准确 然后包括联系方式跟学校批次 第三就是关键字 回到招聘的岗位要求去提取关键字 在你的实习跟社团经历当中突出这些关键字 比如说如果你申请的职位是柜员 那么就应该在描述当中体现你多么热情 多么乐意助人 多么沉稳细心等等 第四就是保证简历的完整度 有的同学在往生的过程当中只填必选项 这样就会导致你的简历的完整度不够 那系统筛选的时候呢 完整度越高的通过的概率越大 如果你的完成度只有60%的话 可能就会排在那些完整度100%的人后面 第五就是不要在截止日当天去填 每次截止日期都是填报人数最多的时候 所以这一天容易发生系统崩溃 那如果在这一天填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做修改和检查 第六填大篇幅的问题的时候 尽量在word上填 然后再沾到网页上 以防止网页崩溃啊 还有就是错误提交啊等等 这是我们说的在往生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于往生我们就讲到这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说一下店面的过程 电话面试听到我曾经在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 接过一个电话面试 我当时呢面试完了以后 自己觉得非常的糟糕 因为就是电话面试吓着我了 我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会面试 然后对方给我打电话 说你现在方便面试吗 然后我说方便 后来想想这第一次的电话面试 真是处处都是错误 那今天我要把正确的电话面试的姿势 交给大家 很多同学其实在正式面试之前 都会接到HR打过来的电话面试 对吗我们公司就有电话面试 这种面试就是一般情况下 不会提前通知的 所以很多同学在接到这种面试 突袭的时候呢 往往会因为准备不足就被刷掉了 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去准备店面 首先要知道店面的目的是什么 HR它为了能够高效的快速的筛选 节省资源时间 它可以通过一通电话就初步的判定 你到底行还是不行 符不符合岗位要求 那不符合的话呢 直接就把你筛掉了 这样就可以节省就是面试的时间跟精力 可是对于候选人而言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没有准备好 对吧 在电话当中只是太过于惊慌失措了 所以才没有表现好 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有利的面试场景 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首先在本子跟手机上记录你投过简历的公司 并且写下来公司的名称跟应聘的岗位 还有投递的原因等等 第二呢就是在HR打来电话的时候 先确认一下公司名称岗位 然后告诉HR你现在不方便 重新约个时间店面 然后第三呢就是趁这个时间空隙去做准备 上网去了解公司的和岗位的情况 重新去了解自己投递的简历的内容 这是我们突然去到店面的时候的一个应对方法 那在真正的店面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保证环境是安静的 想象一下你在家面试 但你的狗一直在叫 你说HR在那边听到是什么感受 他可能会觉得你回答的那些内容 他都没有记住 他就只记得你们家的狗叫了 最后就把你怕死了 所以不是你没说清楚 而是他可能会听不清楚 除此之外呢店面的时间很短 所以你要在30秒内快速的抓到对方的重点 直接问对方想要了解的主要问题 然后对自己的简历内容进行补充 最好是说出你做的比较好的一些项目 然后引起对方的兴趣 店面的作用只是对候选人做个基本的判断了 那在这个阶段 如果对方问你说有没有问题想要问HR的 你就可以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未来的发展机会等等 这些比较常规的方面来提问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问对方薪酬 这样的话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只是看重薪水 你进去之后很难被培养出忠诚度 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就好了 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在投递简历期间 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的话 语气要好 大家平时肯定都接过很多的广告电话 所以一看到陌生号码 你可能脾气特别大 对吧 然后两三句就挂掉了 不要这样 在投递简历期间一定要保持心态平稳 然后也不要随便挂陌生电话 还有就是电话面试 就是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跟眼神 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慌 你就觉得好像时间很长一样 不要着急 要不卑不亢 不急不缓 把事情说清楚 不要啰嗦 按照你的节奏去答就好了 另外就是不要问太多 这是我们在店面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于店面 咱们就说到这了 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了鄙视环节 对吧 鄙视环节也是刷人刷的特别多的一个环节 有人统计过说 同讯京东网易 他们校招比试刷人超过了70% 这个环节就是HR用来严格去控制面试人次的一个环节 对于热门的岗位呢 HR为了减少面试的工作量 直接让你做比试的题目 他们会把这个环节的标准听得高一点 所以这个环节是大家绝对不可忽视的 一定要做准备 比试的主要内容包括性格测试 行测和专业题 性格测试主要是用来测试候选人的性格 是不是跟公司的文化符合 要点是什么呢 首先听从直觉 然后按照真实的自己去答题 按照真情实感去答题 不要撒谎 哪怕你通过撒谎通过了这个测试 那后期进入这个公司之后发现 好自己的价值观好像跟公司不太符合 你会更痛苦的 其次呢就是不要前后矛盾 很多公司的性格测试题都有重复的地方 如果这些地方你前后矛盾的话 那么人家就会觉得你的回答不诚实 或者说你的性格不稳定 第三呢就是做之前去了解公司文化 这个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在笔试当中面试当中都需要的 行测题是用来考察候选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跟反应能力的 题型包括图形题 数量关系题 资料分析题 语言理解题 跟常识题等类型 通关方法呢就是 这部分的测试 可以通过在网上刷题来提高 常见的刷题网站给到大家了 这三个 接下来是专业题 专业题是最难的一类题目 他考察行业知识 公司背景 岗位知识等等 他的通关方法是这样的 行业知识题 需要你去了解行业细分 行业动态 跟市场份额等等 你可以通过刷新闻 和百度 知乎论坛 社群等等 这些地方获取广泛的行业知识 关于公司背景题 主要是了解公司的产品 公司的竞品 公司的企业文化 业务板块 还有主要盈利渠道 投资过的产品等等 通过刷官网 官微 官博 还有下载公司的 所有的产品信息 来亲自了解 还有专业知识题 就需要你去熟悉 你申请的那个岗位的职责 跟思维 去了解专业知识 跟实际的操作 知识等等 这个也可以在网上搜得到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比试题目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可能在求职期间 你投了很多份简历 有的时候呢 我们给这个面试通关者 打电话 对方就一脸懵 就说哎呀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投机这个简历 那这首我往往会觉得 好像这个人不是很靠谱 或者是对我们的公司 其实认可度不够 未必不够 只是他输于 他的这个求职管理 什么叫求职管理呢 这是我们最后 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啊 就是 你会投很多的简历 对吧 然后你会 就是经历很多的环节 比如说 从前面的网身 到店面 到比试 几轮面试 加上offer发放 所以他的工作量 是很大的 所以在几百份 这个简历投完了之后呢 你一定要去做一个总体的复盘 这样你才知道哪个环节 是自己的弱项 也不会呢 在你接受到一个企业的邀请的时候 就显得好像是很惊讶一样 都不知道自己投过 所以做好求职管理的工作 是很重要的 首先呢 你要去建立一个XL表格 去记录各公司的名称 投递岗位 网页链接 网身截止时间 目标投递时间是否通过 进入哪一轮 然后通知面试的HR电话 发送的简历版本等等 大概长这样 其次呢 就是把网身的内容 复制到word上 然后通过整理网身的问题 去捋一下过往的经历 这样整理的好处呢 就是你在之后 拿到面试的时候 可以重新的去复习 原来填写的答案 复习的时候呢 就知道你当时填了什么嘛 就可以保持你人设的一致性 不然的话 你当时填网身的时候 说自己是个特别开朗的人 面试的时候呢 说自己特别自闭 这样就矛盾了嘛 所以你可以通过求职管理 把自己原来填过的问题 都记下来 第三 就是在一个效果表格当中 不断的去更新 最新的面试进程 是到了比试环节 还是面试环节 还是已经拿到了offer 第四 对于做的不好的环节 定期的复盘 找到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是我们做求职管理的 四个要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今天讲了往生 往生的时候 要仔细的核对填写信息 开放性问题 包括成就 团队合作 性格和求职目的类 第二个重点是店面 店面的时候要做好准备 回答简洁到位 第三个要点 我们讲了比试 比试包括性格测试 行测和专业题 第四 我们讲了 一定要去管理 自己的整个求职进程 然后包括往生 店面比试 以及面试的轮次和结果等 不断的去做一个总结和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启发 请不启发 请不启发